人造咖啡来了 芬兰科学家推出首杯细胞培育咖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咖啡变得越来越复杂 但随时随地喝咖啡越来越容易 除了便携的速溶 化尔 胶囊 冻干 咖啡叶 还有各式精品创意咖啡可供选择 相比之下 培养咖啡比培养牛肉成本更低 扩大规模也更简单 因为植物细胞可以自由生长 悬浮在培养机中 而动物细胞附着在表面上生长 研究人员还计划进行不同咖啡品种的细胞培养 通过修改烘焙过程 生产完全不同特性的咖啡